一种外围的话带着一圈红红的小测芽 芯里的话是一个红芯 然后外围带一层小绿边的 这个品种还是比较多色的 叶子的话 芯儿有一种后叶 有种钻石纹是带着暗纹这个品种 名字的话叫做德板暗夜精灵 是带着一圈测芽发货的 来 德板暗夜精灵 客服小哥谈下链接 这个品种还是很爱出测芽的 尤其是他的这个芯儿哈 人家这个芯儿基本上都是单一个色调的 它非得什么的 这个叶子叶姦与叶子根部 它得留一点绿色 就是造成一个双色效果 来 德板暗夜精灵 客服小哥咱们谈一下链接 德板暗夜精灵 谈下链接 发货和直播间是一样的 你可以直接去我的那个商品评价图里看一下 也可以点一下这个关注进到我的粉丝群里 你看一下大家收到货什么样子 咱们再拍就可以的 反正我们发货都是和直播间是一个样子的 在南通 当天发第二天到了 就是收获越快 它的状态就越不容易变化 要是得隔个四五天才能收获 尤其是我最痛恨谁哈 就是收到货 你搁在家里两三天 你不给他拆箱子这种人最可恶了 你就是收到货 赶紧给他拆箱子 赶紧给他泡一下水 放着外面晒太阳 给他淋雨 给他晒太阳 给他怎么样都行 反正就是尽早开箱 他毕竟是一个小生命 你天天闷在箱子里 他也会很不舒服 他也会土长 会摊大饼 就是尽早的拆箱 他这个花的效果就越会越好 家伙们 来 得版的爱经理给他上架了 喜欢的家伙们 咱们直接拍就可以了 我再换一点其他品种 再换一点其他品种 我们品种准备的还是很多很多地 我看他在上哪个品种哈 再上一个再上一个长生草三仙好不好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仙 今天欧版丁尔时光 还有我们的沃尔科的便衣都给他上过来 再把这个仙给他上一下 这个的话就是蓝冰 我们长生草的一个第三仙 家伙们 第三仙 就是一个蓝色的一个芯 偏蓝色紫色吧 叫做蓝冰的一个品种 这款的话现在灌服发货在一个八公分左右 芯的话就是一个粉粉的 蓝蓝的 紫紫的 颜色的话是比较淡的 有点像那个多肉系列里面广寒宫那种颜色的一个品种 叫做蓝冰 家伙们 来 客服小哥 把蓝冰给他谈下来接 把蓝冰给他谈下来接 对 收藏货就赶紧拿出来晒就行了 不要怕影响颜值 还有一件事要给大家说一下 长生草这种东西吧 它和多肉还是有一点不同 在春季的话偏向于草花的一个特性 如果说收藏货或者说养时间长了 阳光长了 有点塌塌饼了 就一定要记得往外面端 我给你看一下这边是我的一个量货区哈 我带你看一下 就是我们是怎么处理的 就是他穿裙子 我们其实为了繁殖嘛 都是在那种高温棚里 在那种大温室里繁殖这个花 它这个光照条件其实有限 而且的话水浇的天天有点多 太大饼的特别多 我们都是端出来 然后给它晒太阳 然后让它这个叶心包起来之后 我们才发货的 看这边 像这个品种 前两天的话都是太大饼了 这两天的话全都开始往西水包了 他这个叶子因为都是薄叶子了 像是多肉 因为他都是厚叶子 叶子的话是比较厚的 所以的话 他这个怎么说来着 叶子后他不容易在掰直在掰弯 他往里收 但是我们尝尝他说都是一个薄叶子了 他这个叶子呢 都是可以在往回收的 往回收了就和草花一个特别 你看叶子的话 从从叶心开始都逐渐的开始往里收了 往里包起来就像一个大莲花 但是在最底部的那一两一两层叶子 因为他是在弯的有太厉害了 肯定是收不回来的 你回家换盆的时候他就消耗掉了 如果说你不喜欢的话 和咱们很多多肉主包长的一样 这种的话也可以 他都是慢慢往上包的 但是像最底部的这种 你直接把他的叶尖 咱们这一掐给它破坏一下 他就是会快速消耗了 就会把养分在集中回到他的一个 那个主根上 它的这个发根侧芽就会长得更多 因为本身底下的叶子就比较丑 没有啥用 家人们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量货区 给你看一下 我们现在发货的一个规格都可大可大了 尤其是那个贵族 我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发货的那个贵族那个颜色哈 我的天太均了 我给你找一下 这边就是我们发货的那个贵族哈 家人们就这个颜值 太漂亮了 就是我们现在套餐里一号链接拍20颗里面就这个品种 叫做贵族的品种 我特别喜欢 所以我专门腾了一个席子 多种了好多好多的贵族 现在套餐里的话 拍20颗里面就这个品种 叫做贵族的一个成型品种 多晒的话 它的颜色会更好看一些 我们现在发货呢 基本就是 怎么说呢 都在一个4.8公分到6公分了 前两天还不敢说 前两天因为有点小 有的话也就是一个4.5公分到一个5.5公分 这两天都长得挺大了 基本上连盆都看不到 都是在一个4.8公分到一个6公分发货哈 这就是咱们的一个备货区 花都是这么大的 明明要给大家发小它 尤其是咱们这个小盆的 小盆的话随便一长个 他就把这个花给他撑起来了 来咱们继续回到一个直播区给大家直播 用什么土种 就用沙子 用颗粒土 这两个土都行 你要是一个养花大神的话 你可以用那个田园土给他种 但是我不建议 因为田园土养的太费事了 你不如多花个几块钱 你去买一袋子沙 然后把沙放在这个盆里面 把花直接坐在里面 直接给他种就行了 沙子的话又简单又方便又实惠 这个东西还不容易生存 不容易生居 你要用田园土的话 就省个几块钱 但是养的有点费劲 因为到了夏天太容易板结了 养的还不够操心的 用沙子 用颗粒土的话 夏天不用怎么管 你可以拿出去直接放到路养 但是你要用田园土的话 路养稍微有点担心受怕的哈 家人们 来咱们回来了 继续给他炸福利 继续给他炸福利 还要看还有啥品种 我看还有啥品种哈 家人们 这边好多品种都给他上过来 再上下这个品种吧 上一个红色的品种 好吧 红叶片 爱出坠话 爱长单头 但是我们现在发货都是发的一个多头的效果 叫做那个得分的光彩 就是一个红心红头红色牙的一个品种 来 这款得分的光彩 科夫小哥咱们四块九毛九给他炸一波 四块九毛九给他炸一波 叫做得分的光彩啊 家人们 贵族上一波 是吧 贵族的话可以给他上一波 贵族可以给他上一波 家人们 来贵族的话 有大盆 有小盆 大盆的话 现在发货的话是一个多头的效果 这是一个大盆的贵族 是一个九公分盆的 现在这样的一个发货描述 来 科夫小哥 咱们把大盆的贵族上下一波之后呢 咱们是在上下那个小盆的贵族哈 来 大盆贵族上下一波 就是一个紫形的状态 一个橙色形 一个金边状态 来 大盆贵族咱们上下连接 大盆的贵族上下连接 肯定是大盆好啊 但是你其实像我们很多都已经长着盆 比这样长着要花米盆还要大了 说到贵的话 你就直接给他找一个再大一点盆子 你找一个15公分的盆 你舍得一点 找个大一点15公分18公分的盆给他种 你种完之后 你夏天可以露养省事了 多花一点钱 咱们买一个大盆 你夏天直接放在外面露养就可以了 来贵族大盆给他上下了 我再把小盆的再给他上一波 小盆的话就是个头再小一点 小盆再给他上一波 这俩这个冠服差别可是很大哈 我先给你看一下 小盆和大盆差别还是很大的 这小盆也就是大头的一个侧牙的感觉 来 小盆的贵族客服小哥台下连接 小盆的贵族客服小哥台下连接 哈 家人们 能涨30到60公分的品种上一波 嘿 基本上我现在卖的这些单头品种都能涨到30到60公分 贵族这个品种都能涨到三四十公分 他都是一个大型的话 家人们 我现在大型品种特别多 基本上你要是买这个二号链接里的套餐哈 这里边百分之七八十 他都是能涨到一个 四五十公分的大型品种 那个一号链接的话 有百分之六七十是能涨到四五十公分大型品种 因为咱们国人就喜欢大的 所以的话 我现在凡是大型品种就是很多 就是很多的 家人们 来 我再继续给大家过品种 再继续给大家过品种哈 再过哪个品种 来 再过一下这一款 这一款的话也是一个大型种 可以涨到一个50公分的一个宽页品种 名字的话叫做马萨拉酒 叫做马萨拉酒的一个品种哈 叶子就是这样宽宽的 颜色的话也是比较纤细飘飘的 偏向于一点个橙色 你看侧牙的颜色更棒 因为它叶子薄嘛 阳光透过来 颜色的话会显得更亮 来 马萨拉酒客服小哥上下链接 马萨拉酒客服小哥咱们上下链上下链接来 叶子是宽宽的哈 叶子是宽宽的这个品种 黄色的好看 上着冰岛呗 今天可以上冰岛了哈 想要冰岛了 今天我可以上架了 可以给他上架六个冰岛 因为那个我们配合小哥说有六个冰岛长起来了 我才才敢给他上架哈 来冰岛再给大家上架一波 冰岛再给大家上架一波哈 冰岛就六个了 就六个来 克服小哥冰岛加六个库存给大家再上架一波 就是一个叶子是厚厚的 然后有螺旋生长 一个外围是绿的 然后加个一个红星的品种 来冰岛 克服小哥把冰岛给大家上架六个库存 不要上多了 上多一个的话 你得去地里给找去 反正我是找不到了 来 冰岛上架六个库存 喜欢的家人们怎么直接拍就行了 看 我们又开始浇水了 其实像这个长生草 你就是在室外的情况下 咱们就天天给它浇就行了 多浇水的话 它这个颜色真的要好看很多 不浇水 尤其是咱们像刚开始收到货 刚开始收到货 它肯定颜色会暗淡一点 因为它缺水了 你只需要把这个花给它扔到水桶里边 泡上那么一个分钟 两个分钟的 拿出来晾上一两个小时 它这个颜色 经过第二天的阳光一晒 它水分循环吧 这个水分从这个根部里边吸收上来了 把这个叶片给它充盈了 叶片它就肥大了之后呢 这个颜色就会浮起 它就变得会更鲜了一点 这个颜色嘛 植物就是水做的 水会水是很容易决断这个花的一个颜色的哈 家们 来咱们再继续给它过品种 继续给它过品种 来 再上一个群生的品种 再上一个群生的品种 这款的话叫做依苏拉 是我们现在做的一个小捧花的效果 是一个群生品 来 依苏拉一个西红底是紫色 外围的话带金边的一个品种 科夫小哥给他上去一下 叫做依苏拉 科夫小哥上下来叫做依苏拉的一个群生 冰岛上不了了 冰岛 我说上六个 他真的就只有六个 你可以问一下咱们这个老观众 我应该是最近三天都没有上过冰岛 就是突然长起来了 我才能给他上架 他要长不起来 不到那个规格 我上架了 我不是找挨骂吗 对不对 只有有的 我才能给他上 因为咱们长长长都自己繁殖的 这个是进不来货的 所以有多少空子 我心里都有数 来 我们这个依苏拉给他上一波 依苏拉给他上一波 因为冰岛的话 你再等几天吧 估计再等个七八天 还有几盆冰岛能长起来 最近花长得特别快 长得特别快 长起来我就可以上 长不起来不敢卖 长不起来不敢卖 来 我再继续给大家上品种 再继续给大家上品种 来 再上一个小捧花品种 这款的话 现在颜色也开始逐渐上来了 这个品种名字叫做夏日一月 颜色还挺不错的 它 颜色是厚厚的那种 颜色也外都是一个红棕色 一个红棕色的 比如来 夏日一月小捧花 客服小哥给他上架 叫做夏日一月的一个品种 有点凶了 凶散了怎么办 凶散了正常的 长草草的镜它就是比较短的 比较那种脆的 正常就是修散了 除非是那种从小给他配那个高 高甲的肥 从小配高甲的肥 它的这个镜还硬实一点 你可以修不散 像是基本的一些小型品种 它都是容易修散 像它这个镜很脆的 就这么细细的 所以的话 我建议咱们都是找一个 盆单独带着土球给他种 他这个把镜 你喷点那个高甲的肥 给他吹的粗一点之后呢 养大了之后 换大盆 换一个漂亮盆的时候 咱们再给他修根 到时候它这个镜粗一点就会更好种 来 我们再给大家过一些其他品种 那些次下都是可以种的 靠下来直接繁殖就行了 这个品种 这个品种名字叫做达科塔 家人们 我们编号第39号的一个 爱出富伦井的品种 外围的话 你看 都是带着一个小城边的 编号第39号的一个大系种 它也是一个单头呢 能长到50公分的一个大系种 名字叫达科塔 发货贯服不大 但是它的颜色真是特别好看 是橙色的 最近的话 也开始长叶子 你看 它现在都在抽叶子了 就是 外围的叶子 它赶紧长起来 然后它心里的叶子一个比一个高 然后整体在绽放开来 它就是一个大莲花的效果 长生草的这种情况真的不是一个图长 它就是一个春季生长快速期的一个抽叶子的过程 来 达科塔 科夫小哥给他上下连接 达科塔 咱们上下一下连接哈 家人们 20块6毛6的什么品种 那都是我们的长生草系列的新品 等会我再介绍几个单品的时候呢 我过去给你看一下里边有啥品种 来 再看一下这一款 看一下这一款 这款的话叫做毛海林 家人们 就是 带毛那个小金庄一样 在那个19年特别火 当时一个小苗子 就一个小菜都要卖到七八十这个品种 我们现在的话也是繁殖出来亮了 现在的话是十几块九一个 是夜面上带绒毛 也是带鸡苗 它是一个橙色品种 如果说把毛推去的话 它就和小金庄差不多 就是那种金灿灿的品种 不过现在的话 它还没有上一个太狠的颜色 来 我们的毛海林给他上演一波 老玩家都懂啊 19年的时候贵死了 19年七八十一个小苗子 就这么一点小侧牙 现在的话是一大群十几块九 喜欢的家人们 咱们直接拍就可以了 叫做毛海林的一个品种 家人们 除侧牙吗 除呀 这上面这些小豆腐全都差的一个侧牙 都是他的一个侧牙 家人们 说到不胸根真的做不到 看来受不了 都是老玩家就这样 就是喜欢胸根这个正常 我一开始接受肠草的时候 我那些都是给他修的乱七八糟 一个一个的 后来我就随便了 像这种大盆的 都是我们从血盆那种的小苗子里边拿起来塞进去填鸭土 拿起来塞上盆填鸭土 就这么简单种的 我也不给他修 也不给他弄啥了 后来感觉没啥来去 都长得挺好的 像这种大盆的 都是我那种九国分的直接拿起来塞到大盆里 自己爱砸成砸成去吧 后来一看 感觉效果也都挺不错的 大家人们 这是我昨天上的福利还没开始发货的 来 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款吧 这款也是一个非常爱出塞鸭的品种 这款的话 名字叫做 鹅乐港天空 一个紫色的心 万维的话带着一圈塞鸭给大家发货 鹅乐港天空 它是一个单头能长到50公分的一个品牌 叫做鹅乐港天空 飞过点芝麻 有点感冒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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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习惯了 我又毕业 下两天 我们这边山东的降温了 说实话颜色还不如前两天鲜一点 尝尝的话就是温度高一点 他这个颜色鲜亮的都把我都感冒了 前面那个大头的 这个都是我昨天上过上架的 这是昨天上架 昨天上架就有没有就秒没了 这是昨天上架的红是那个狮子王 昨天上架的还原派对 然后昨天上架的这个 这个叫啥呢 叫做 叫做阿美龙 因为昨天是星期天嘛 我们这边好多阿姨都 家里得看小孩 所以的话 没上班 我时间有点不够急 所以今天没有准备这个大盆了 今天的话都是都来上班了 我就可以准备一些大盆 然后明天给你上架大盆 今天是实在没准备什么大盆 因为昨天太忙了 昨天加班加到7点多 等明天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些大盆给大家上架一下 家人们 不许不许 你冒失了 来 我再继续给大家过一些品种 再继续给大家过一些品种 来 过一下这一款吧 家人们 再过一下这一款 这一款的话 名字叫做画中画 我给你展示一下 我种的大壳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绿色黄色品种上架一下 主播剂这种的话 我就天天鼓刀这些品种肯定能记住哈 天天就是弄它 你让我炒个菜 我可能还分不清 这一个罐子里边是放的糖还是盐 我得尝一下才知道 但是厨子 他一眼就能看出来 来 我们把这款给大家上架一下 叫做画中画的一个品种 它是一个单头能长到60公分的一个巨型种 这一盆的话是我们之前一个女主播种的 说实话种的有点个太密集了 种这么一颗就够了 因为它是一个单头能长到60公分的品种 现在的话叶子和叶子都开始打架了 你看 这一颗都就要急起来了 就是种一颗就行 这个品种 名字的话叫做画中画还叫什么来 这个品种咱们4块9毛9科夫小哥给他炸一下 就是一个可以长到60公分的巨型种 这款真的是特别适合 特别适合给他种单盘 不要像我一样这样皮 这样皮的话看着效果挺不错的 其实时间长了都是丑 你得把它全都挖出来 你要不挖的话 你说中间这个也长不出来 边上这些吧 都从那打架 你说可气人了 来号中画科夫小哥4块9毛9给他上加一波4块9毛9给他上加一波哈 见什么 想看20块6毛6的是吧 可以的 可以的 我把这个品种上完之后 我给你看20块6毛6来 家人喜不喜欢这种造型的 喜不喜欢这种造型的 就是找个圈口不给他种的 这个品种 这个盆呢 特别适合种一个叫做麦克斯的品种 就是我手下这个 就是叫做麦克斯的品种 他就是一个特别爱出侧芽 而且呢 喜欢长悬崖庄这个品种 名字的话叫做麦克斯哈 见什么 叫做麦克斯 这是种了一颗 我看一下 应该是对 种了一颗的一个效果 你现在种一个的话 等到一个秋天 或者说明天春天就能达着这个 这样一个效果 因为他就是一个长得比较快的品种 而且给大家看一下 上面这些小绿点点 我给指一下 上面这些小绿点的一个豆 两个豆 三个豆 四个豆 五个豆 六个豆 这些小豆豆都是他出的一个侧芽 如果说你在现在给他喷一点那个高粒或高蛋的肥 他这个侧芽会穿的更长一点 就会显出了一个更好看的一个悬崖庄 就喷一次哈 喷一次高粒或高蛋肥之后呢 就全喷一个高甲的肥 把它的这个侧芽粗度给他变得粗一点 这样的话 你风吹的话这个菜就不掉了 不然的话 你要一直在喷一个高粒高蛋的肥 虽然说他能长上一个十好几公分的一个长侧芽 但是会有点细 你要说起大风啊 或者说谁从那把玩一下就容易断 来 我再继续过那个啥去 过去过那个套餐去 来 我们把这个max给大家上线一下 就是一个带香味的品种 一个喜欢长悬崖庄的品种 名字的话叫做max 家人们 地栽的给扣耳的颜色有区别 是的 肯定是盆栽的 他这个颜色的话 在某些情况他的颜色会更好一些 但是还是不如这个地栽的长得快哈 不如地栽的长得快 这样尤其这种盆大的 现在 他们都是一个小苗的种植树的 有那么多的土壤等着他去吸收呢 所以的话 他肯定想嗡嗡的长个子 颜色的话就差一点 颜色的话就差一点 能看五厘米小苗 可以的 可以的 看五厘米的小苗 家人们 这边的话就说五厘米的小苗 就是咱们一号链接 就是我们现在专门为了推广长盅草做的一个小套餐 这是拍20坡的效果 给你发20个不一样的品种 家人们 颜色还算是挺丰富的 黄的 粉的 橙的 还有这种紫的 这种小包子的 还有这种水果球 还有我们的一个红颜色的带香味的 这是橙色双色的 还有是个黑心的 这款叫做黑夜6多 反正就是各种颜色 都给大家搭配了一下 这是拍20坡的效果 这个的话是划到1块4毛7个 价格的话是29块3毛3 发行这么20坡的 这边的话是拍那么10坡的效果 拍10坡稍微 我感觉稍微性价比稍微有点低 因为这个10坡的话因为也考虑到一个快递费吧 10坡的话是20块6毛6 划到2块06分一个 20坡的话就划到1块4毛7了 每坡的话能省五毛钱呢 家人们省五毛多 省五毛多 省渐渐6毛钱 然后还有我们那个大合集 这边的话是拍60坡给你发60个不一样品种的 这是尤其是好像后面的品种 这种红狮子呀 贵族等等 还有一些品种都是我单卖9块9 6块8的品种 我都是会给你放套餐的 反正就拍的越多 里面按品种来说更划算一些 因为后面的品种反正肯定少一点 像我前面这些品种 我肯定都是繁殖几万颗10万颗这样留着我们发货用的 像后面的后20个后40个品种 我就是其实没准的话 我就繁殖几千颗 然后做一个我们后续的套餐用 其实还是这些品种种的更多一些 种的这些品种种的更多一些 这个呢是 折后价29块3毛3 发这么20盆的 这么60盆的话 现在是划到88块7毛钱 发上这么60盆 也是划到1块4毛7 咱们就能收集了一个品种 叫什么 现在的话都是这样 带盆带土 上面的话还贴着标签给大家发货的 收到货之后呢 你再按着这个标签 你可以给它区分一下 你可以用手机拍下照记录一下它的名字 每一箱的里面都会给大家写上一张说明书的 温度 光照 土壤 是非 就是怕大家不会养嘛 看一下这个说明书 咱们就可以很好的把这个花养好 就是从咱们拆箱子的第一步 打开快递包裹第一步之后呢 如果说你准备的是一个高颗粒含量的一个多种植物颗粒土 你可以泡一下水之后呢 给它修根种 如果说像主播一样 准备的是沙子 或者说营养土 咱们就直接带着这个土球 直接种到这个花坡里就行 家伙们 就是直接种到花坡里就行 黄色的叫啥 这款的话叫做炼金术舌 这款的话叫做蛛丝凯利哈 家伙们 这款的话叫做金砖 是咱们 我看几万点赞了 咱们这款的话应该是到一个现在三万六了 到四万点赞的时候上架这个金色品种 四万点赞的时候上架金色品种 羊台养是可以的 因为它就是一种家庭园艺植物 就是个家里养的 阳台室内 然后客厅 客厅的话 颜色这个光照可能差一点 阳台养都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楼顶啊院子 尤其是像室外 室外的话 养这个花的话是 比较不容易那么操心的 因为室内的话 你需要看一下这个盆土 干了湿了呀 干了我就叫不干的话 那个 不干的话就不搅 但是像我们室外的话 就是你爱干不干 爱湿不湿的 我就给你交就行了 春天的话就是一天交两次在室外都是不要紧 他讲什么 这个花在春天是挺吸水的 这就是咱们的一号一号链接 就是这样一个发货苗情 我再给你看一下二号链接 还叫什么 二号链接就是一个大盆的 给你看一下什么效果 就是个头要大很多 这是二号链接的一个九公分盆 这是一号链接的一个五公分盆 你就说高度呀 在家这个灌服真的要大好多哈 二号链接的话 也是可以做到60个皮种不重复的 是九公分的一个大盆 就是如果说你想快速的出现这种的一个捧花 或者说这样的一个 这就算是一个盘根的 或者说一个捧花的 或者说一个大群生啊 或者说养出来一个悬崖庄大单头之类的 咱们就拍这个二号链接比较合适 你看我这边还有养那个大单头的 大单头也挺好看的 盆的话也不用太大 其实这种一个小盆就可以养出来一个大大的效果 就是咱们那个二号链接 你要是想快速演的话就拍二号链接吧 因为二号链接的话 我是多重了一年时间的 价格也不贵 价格这种大盆的比小盆的也就贵个两块钱 这种在掏餐里的话也就花到三块多 花到三块三块七 花了三块七左右 咱们就能数据到一盆 不到四块钱 现在这种的话是一套六盆的 因为这按照那个箱子一套六盆正好能装一箱 一套是发六盆的 也可以拍十套给你发60盆不一样的品种 我现在去南边给你看一下 我们现在发货的描写上 家人们 到底修不修根呢 就看你用的一个什么样的土 你在接触我之前咱们一种光一连的时候不都是给他修 修根拖手中吗 就是随心所欲的 反正我自己研究出来哈 我就感觉这玩意儿根本不需要给他拖手修根 你像我这个拼盘 拼盘都是直接从那个血盘里面 就是带着土球直接塞进去的 这不也长得很好吗 全都给他长满了 这个东西在国外的话就是一种小草 就是在路边 灌木丛里边 他自己长的一个小草 只剩拿起来把一些个原始种给他杂交了一下 出现了这种颜色丰富的一些 这些个原一种 他其实就是一种小草 像是内蒙那边 还有青海 还有西藏那边的话 很多人都用他当作绿化的 因为他是一种耐动的植物 冬天的话 零下30都都动不坏 所以的话他就直接放到外面 就是当做那种 造景了 当做那种地毯给他用 因为太省心了 这个话来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二号链接 现在发口描写了 这个是拍18盆的效果 给你发18个不一样的品种 就是咱们这个二号链接 因为种的盆是比较大的 所以的话 这种可以接受咱们背注一下 比方说你喜欢单头的 我就给你发单头单头单头的 但是你得给客服说一声 他给你背注一下 如果说你喜欢群生的话 就给你发群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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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如果喜欢红的 就给你多发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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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绿的 就给你多发绿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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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什么样的颜色 喜欢什么样的造型 咱们都是可以稍微背注一下的 同样的话 我们 我们这款也是可以做到60个品种不重复的 你看一框20个品种20个 40个60个 可以做到60个品种 给大家做的都是不重复的 家人们 一套是22块22毛9 6盆的 你拍要是拍60颗的话 你得拍10套 给你发上那么60个不一样的长草品种 家人们 你是不修直接换盆就可以的 怎么这个就随所欲 根据大家的一个喜欢来像我们这种大盆的 哪修什么根 拖什么土呀 就是从那种九公分的小盆 我拿起来塞到这里边 旁边添上那个一样土就直接种了 天的土 我这边的话用的是品式泥碳土 可能土也比较好一些吧 反正我种的挺省心的 基本不用怎么管 他这个花都长得挺好的 他家人们 他这个花 因为并不是像多肉一样 需要非常控养才能出上色的 它是偏向于草花的一个特性 就是到了春季 你就是不用怎么管他 他就会自然出颜色 你说买个黄的 他就是个黄色的 买个绿的 他就是绿色的 买个黑的 他就是黑色的 就是买什么颜色的品种 他出上菜 他就是一个什么颜色 他不需要你给他什么又控啊 又痒啊 所以才能达到一个颜色 就是 买什么事 他就出什么事 和那个月花一样 买黄的出黄的 买绿的出绿的 买这种红的出红的 想买 想要啥颜色你就买啥颜色就行了 还有这种的 还有你看 还有这种像饺子皮一样带波浪纹的 还有大波浪纹的 小波浪纹的 从小波浪纹的 长大波浪纹的 反正这个花的特性还是比较多的 哈姐儿们 金色的话 咱们还差两千个点赞 两千个点赞之后呢 我就把这款给他上下 我就从这等着吧 我也不过品了 来咱们再点两千个小赞 我们把这款叫做金装的品种给他上一步 咱们直播间里300多个人呢 每个人点六下 我就可以把这个金装给他上架了 咱们是五万点赞之前 每一万点赞的时候给他上架三颗 而且呢 如果说没有强道 不要气馁 咱们给主播点个小罐小助 给主播加花一毛钱 加个粉丝灯牌 咱们加个粉丝灯牌呢 就是我们的粉丝团成员了 到了时级 为了回馈我们那个花友 在你的包裹里 我会给你放一个我们的一个 这个叫金砖的一个小苗塔 一个五公分的小苗 时级粉丝灯牌的一个福利 在你的包裹里放一个金砖小苗 我都已经种好了 昨天我都带大家去我的那个地赛棚里看了 都是长这么大 而且现在都已经爆菜牙了 就是 你就是到时候该有菜牙的 我是一个都不会给你摘的 我给你摘了 我是小狗 你放心就行 长菜牙了 我当然给你发 长菜牙了 我照样给你发哈 家人们来 金砖咱们四万点赞的时候给他上架一下 我看现在点到多少了 现在是 天呐 四万一了 你们点赞太快了吧 来 科夫小哥 我们把金砖给他上演一包 就是这个金灿灿的品种 金灿灿的品种 万维金色 带红尖 西约的话是一个红色 你们 我这才说一句话就点了 这得多少个赞 点了三千多个赞吧 你们太快了 没人点了 十下来 金砖客服小哥 咱们上架一下 我们是五万点赞之前 每次的话是上架三个 五万点赞之后呢 是每一万点赞给他上架六个哈 没有强套不要弃的 一毛钱加个粉丝筒牌 多看看直播 多点点小赞 咱们这个升级快一点 就可以获得金砖那个小苗哈 叫什么 黄色老看 金砖多少钱 金砖是三十五一个苗子 我就实话实说 我这个是不含国际运费是四百亿一个苗子买的 算少运费的话 我都不敢算了 因为有的话还被扣留了 就是这个品种 现在的话是繁殖第二年 等到明年的话可能量会多一点 今年的话量还是比较少的 所以的话只能扣量给大家上 因为我要一次性直接上的太多的话 都被同行过拍走了 我都气死了 就是我开播那时候不是上了直接放了十克吗 我查了一下 叫我同行就收获地是多多大棚的 给我拍走了四克 就是到就要同行拍去了 没叫我咱们花友拍去 来 金砖给他上架了 喜欢的家人们咱们直接拍就行了 推荐像新手一样的 新手的话你就拍那二号链接就行了 拍二号链接 或者说随着主播的一个节奏 新手的话也可以拍这个挺合适的 这都这都是我直接种好了的 你说到话你都不用管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长生草的一个小拼盘哈 每盘的话也是种了六个不一样的品种 是15公分的一个大盆 咱们带盆带土给他发货的 一共是种了两个 你要两盆都买的话是可以收集到12个不一样品种 这么一盆的话是十九块九 两盆的话是二十九块九 大家喜欢多少就拍多少就行了 是做的有两款 来 我们科夫小哥把拼盘给大家上架一下 是一个十五公分大盆的拼盘 十九块九一个二十九块九两哈 家人们 这就是省相当于省了一个快递费 我们 然后就一箱子给你发两 嘿嘿 喜欢家人们咱们直接拍就行了 我再把其他的品种再给大家过一下 其他品种再给大家过一下 拍了什么时候发货 咱们问一下客服啊 问一下客服具体啥时候发货吧 因为我在直播 我也具体不清楚您那个排断顺选来 我再把我们开闪的福利再给大家反映下场 来 这款再给大家站一步 这款是我们的也是一个明星品种吧 它是一个红色的 爱长侧牙 喜欢长这种红色侧牙 红色头的一个大型品种 名字的话叫做火地岛 红星红侧牙 整个的话是一个全身效果 给大家发货来 大家这款要不要 这个咱们抠十个小衣 十个小衣以上 我把这款直接四块九毛就给大家炸了 一圈侧牙 叫做红色火地岛的品种 给大家上加一波 而且呢 你把次给他摘了 单独朋友这么一个主头的话 它也是一个单头 能长到50公分的一个大型种 哈 名字的话叫做火地岛 名字的话叫做火地岛 哈 见什么 来 科夫小哥 四块九毛九 咱们把火地岛给大家上加一波 马上 你给我接点火水果送来先吧 被子在那儿的 被子在那儿 你给我弄点水来 我这个嗓子稍微有点赶 嗓子稍微有点赶 来 火地岛给大家上架了 喜欢的家人们 咱们直接拍就行了 我再给大家整一个带香味的品种 再给大家整个带香味的品种 这个品种还今天没有上来 是一个 可以说媲美水果球系列的一个品种 哈 家人们 上面这些挂着的小棒棒糖嘛 这些都是他出的一个侧牙 哈 家人们 这款的话叫做飞红女巫 特别爱出侧牙 就是长的有点 稍微稍微有点太多了 美盆的话 感觉得有100多个侧牙左右 是我们这边带香味的一个棒叶绒毛品种 一个单头的话 好好培养能到一个15公分 但是基本上长不太大 因为他太爱出侧牙了 适合做悬崖庄的一个品种 叫做飞红女巫 美盆美盆都数不清的一个侧牙 来 科夫小哥 带香味的品种 咱们的一个 飞红女巫四块九毛九给大家上架 四块九毛九 飞红女巫给大家上架一波 可以的话确实漂亮 要是那个莲花座旁边那个 莲花座旁边那个 你说的是哪个呀 说是哪个呀 说是这个吗 这个的话是个紫色的品种 名字的话叫做莱格拉斯 这是一个大盆的 莱格拉斯紫色的一个大莲花 春夏秋冬都是这么一个色 它的颜色变化很小 夏天是这么个颜色 春天这么颜色 秋天冬天都是这么颜色 就是基本不变色的一个品种 来 我们莱格拉斯科夫小哥给大家上一下 这是一款中型种 它一个单头的是能长到40公分左右的一个品种 叫做莱格拉 叫做莱格拉斯 我们编号第181号的一个品种 家人们 金边一拉斯的给看一下 带点绿的是吧 金砖的金砖也上过了 艾拉斯紧艾出拉斯紧的是这个品种 家人们是这个红色皮肉 名字的话叫做红狮子 现在的话都是多头效果给他发货的 我单头已经受扣了 我给你看看单头什么样子 单头其实挺漂亮 但是我现在卖没了 但是我想给你看一下 就是你回家了一下 哎呦我天 胆头肯定也不是胆头了 上面都是已经开始出侧牙了 拿个小的给你看一下 因为单头它长得快 个头都比较大了 来家人们 现在这种单头卖没了哈 其实这个品种还是适合培养单头 你要说的话 我们红狮子 你可以把周围的菜全都给他摘掉 你就光培养这么一个主头 它是长得很漂亮 我还是喜欢这个品种长主头 就是这样单头的一个效果 它是一个喜欢出那种拉丝石化鸡那个品种 我把那个拉丝石化鸡给你看一下 这个品种还是挺爱变异的 变异之后呢 叶子会变厚 叶子的话会长得乱七八糟 有点像那种 海星 它这个叶子会凹 会那种 像螺旋生长 它只要一出拉丝茎 你看叶子的话都是 变厚了的一个效果 就是它的一个拉丝茎 经常喜欢出拉丝茎 这个品种来 红狮子给大家上讲一波 它是一个单头的能长到40到50公分的一个大型的红颜色特别好看 适合做单头培养的 不过我们现在的话都是群生了 都是带着刺牙给大家发货来 我们的红狮子给大家上讲一波 科夫小哥把红狮子上讲一波 就是到了夏天颜色也保持的很好的一个品种 叫红狮子哈 家人们 能出莲花座状态 你就说它这个叶子会圆一点的呗 叶子会圆一点的 咱们就拍这个吧 来 我下一个接下一个评论给你介绍一下 二十九万就两朋友在几号 你去找哈克服要连接吧 因为我们是上架了200多个品种 具体我也记不太清 你说这个花我能记清 但是他哪个品种是哪个这个商家编号 我还真记不太清 因为每天都在变 来上下这款吧 这款就是比较圆润一点的 这款的话叫做神秘 整体来说出了状态之后呢 它会像一个大莲花一样 那就是那种 红色的莲花 外围的话会带一点小绿边 叫做神秘 我们编号第360号 360号一个品种 他这个号也挺巧合的 来第360号比较圆润那个品种 叫做神秘 来 科夫小哥神秘给大家上架下链接 要说像莲花呢 我再给你想一下哪个像莲花 说实话那款白色品种 特别像莲花 叫做周博览会 我现在去给你介绍一下 今天我已经过过了 但是你要说想要莲花的话 我觉得那款特别像来 我们的神秘上架一波 我去给你找那个像莲花的像莲花的品种 应该是这个 这个特别像莲花 像一颗白莲花的品种 这款的话叫做神秘 说错了 叫做周博览会 能长到60公分的一个白色巨型种 就是一个单头长60公分 我觉得它像一个瓷器一样 就是像一个白色大莲花一样的品种 很好看 它是不带其他一点杂色的 是比较圣洁的一个品种 白色品种比较少见 它是不带其他颜色 来 我们这一款的话周博览会长到60公分 编号第326号的品种 科夫小哥给大家上下链接 像一朵大莲花一样 一个白色品种 神秘 右边那一款应该是太平红玫瑰 是太平红玫瑰那个品种 等会儿我先给你上架 我现在先上架一下其他的 上架一下一下其他的 上架它也行 上架完它 我把旁边那个咱给你上架一下 来太平红玫瑰给大家上架一波吧 太平红玫瑰给大家上架一波 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红颜色的品种 它是一个红芯红叶 也像一个莲花 但是它的叶子会稍微细一点 不是说那种特别宽的叶子 哈 家人们 来太平红玫瑰 科夫小哥四块几毛就给他上一波 太平红玫瑰四块几毛就给他上一波 我再给你找一款双色品种的 那一款的话叫做三妹 来三妹给你找一下 三妹旁边这个也挺像莲花的 这款的话像红莲花 这款叫Max等会儿给你上架 来 来 这个三妹就是太上老君三妹真火那个三妹 因为它的叶子是在一个星星星星星点点的那种黄斑的 一种双色品种叫三妹挺爱出色牙的 平均美盆的话就是一颗他能一年的话 出十来个色牙挺爱出色牙的个品种 编号的话是第321号叫做三妹的品种 来科夫小哥上架一下 这也是一个可以长到50公分的一个大型种 叫做三妹哈 家人们 来科夫小哥上架一下 咱们四块九毛九直接给他炸了 叫做三妹的品种 哎 这两款长得都有点像莲花了 我把这两款都给你介绍一下吧 来 先介绍一下我们带香味的单头Max 现在贯服的话都能达到一个九公分给他发货 是单头效果的 红叶子 希儿的话有点偏向于绿形 为什么呢 因为开始最近出侧牙了 出侧牙的时候呢 它这个希儿就是有时候会有点泛绿 现在这些侧牙长起来呢 就会长出来一个很漂亮的捧花造型 来 我们的单头Max 客夫小哥给他上架一下链接 单头Max 客夫小哥上架一下链接 我又想起来像莲花 那款叫宝也特别像莲花 来 单头Max 给他上架一下 神秘右上角粉色的 神秘右上角粉色那款叫做老天 叫老天等会儿给他上架 还叫什么 那款今天是还没有上架过来 这一款的话颜色是比较黑漆漆的 夜面是光亮色的 这款的话叫做利奥波德鲍 就是豹子那个豹 是利奥波德系列的豹哈 家人们 利奥波德的话分为红利奥波德 分利奥波德鲍 利奥波德龙 利奥波德虎 它是这几个品种 这款的话就是一个黑色黑皮鞋一样的品种 叫做利奥波德鲍 来 客夫小哥利奥波德鲍给他上架链接 利奥波德鲍给他上架链接 龙血看一下是吧 有没有红美绝绝 没有听说过 没有听说过 还问得着回忆 小的红的有没有 小的红的有的 有的 我上完这些大的 我已经上小的红的 还叫人们 来 利奥波德鲍 客夫小哥上下链接 上面有个大的 这款的话叫做宝 等会儿我把这个给你上架一下 就是宝 有这个品种 刚才我想起来就是他 来 利奥波德鲍上链接了 我把这个宝给你看一下 还叫人们 来 宝就是他 我的技能给你看吧 宝的话就是他 他也是像一个大莲花样的品种 整体来说 大单头比较周整 就是他 来 叫做宝 冠服的话是9公分买盆给大家发货 是比较像一个多大莲花的品种了 这个盆的话也可以用一个收口一点的盆子 把这个花给他映射起来 找一个高盆种 他的莲花效果会更好 它就是一个粉色的西人外围的话 带一个小金标给他发货的 冠服的话都能达到一个9公分 编号的话是第123号是之前的一个获奖品种 来 宝给大家上架一波 这块就宝啊 4块9毛9 客夫小哥给他上架一下 给他炸一波 叫做宝的一个品种 家人们 这个品种还是比较好看的 因为他是一个获奖品种吧 早早的就获奖好几次了 从17年获奖了一个第二名之后呢 好像连续好几年好几年他都在前十 就是这个品种是特别好看的 而且他是一个多色品种 你长到第二年了 他那次也都会带一个机面的效果 就是侧牙带机面主头的机面效果会更强 家人们就在宝已经给他上架了 都是带盆带涂的